大家好,今天是8月13日,第一部视频 随着美国对香港国安法相关官员的制裁 这11名官员应该是在全球会陆陆续续收到各银行停止合作服务的这种通知 很多人以为只是美国境内的银行或者是美资银行在全球会对这11个人停止服务 其实不然,应该是全球所有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都会停止与他们的服务 除非他们不怕美国制裁令对他们银行其他业务的影响 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这个制裁令会限制所有的银行与他们进行金融资金往来 如果要是有违反的话,会影响该违反行在所有的相关业务都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也就是说,您比方说在中国给林郑月娥开了户,她有资金往来 这样她马上就会被美国的金融全球监管系统和接算系统发现 然后,比方说开立账户的是中国银行 那中国银行也就在美国的业务,在全球的其他业务都会受到影响 比方说没法参加全球的资金结算,账户往来 比方说没法再进行美元的这种融资与结算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制裁令是非常强大的,不是只有美国范围 现在在香港境内的三家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 已经开始停止与11名受制裁人员的资金往来与合作 换句话说,只要是美国制裁哪一个人 他就会受到全球银行业所有成员的抵制 除非这家银行不打算再做任何国际业务 比方说如果要是农业银行,不打算做美国业务了 他可以和他们进行合作,给他们开立账户 这样以后国外的业务它也甭开展了 美元结算也不要进行了 但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制裁还是非常强力的 让全球所有人都知道 至少在金龙界到底谁是老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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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